县政府表示 到昨天为止 共有338人申请安心及时上工计划 但受限于申请者的投保年资以及薪资等等相关规定 只有166人通过审核 因此县长林志庙特别呼吁中央放宽申请资格 让更多民众可以感受政府的用心和美意 劳动部申请500名的即时上工计划 到目前为止只有338位来申请 其中有资格的只有166位 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放宽 能够让我们这些所有需要工作的好朋友能够找到工作 另外针对县内36家休闲农场 向农委会争取纾困 总共争取约3600万元的经费 县长也恳请中央竞速核定 以减缓雇主的压力 让员工无后顾之忧 安心工作 我们总共有54家的农场 申请的有36家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在这一段的疫情时间 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经费来帮忙这些纾困的计划 然后我们有总共争取了3000万 其中54家的农场 36家是有申请的 虽然这些有申请的 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赶快核定 让他们能够赶快纾困 卫生局表示 虽然最近新增案例有减缓的趋势 但是疫情尚未结束 希望民众配合各项防疫措施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正确洗手 并且配戴口罩 宜蘭新闻记者 Live 福星采访报导